資料來講就是三次了 那這一次 這一次因為 很久沒有做了 那這一次也很認真在執行 因為我的 生活習慣其實是 我是吃得飽睡得著 凍得多 我每天早上都是五點都東西起床 太熟悉了 每天都只飽一小時以上 那這個中間 我昨天早上吃了八點吃早餐之後 就一直都沒吃了 所以在那邊餓得光 因為我們前天是剛好是 有一個比賽 所以打完之後 昨天晚上是清蒙面 所以他們在那邊 本來想說去 不過我只喝水而已 所以說到現在我還沒有 還沒有排 我前幾次排了 當天晚上 十二點東西不前就 就已經排得很厲害了 那這一次音樂可能都沒吃東西都是空的 都是水的 只是尿尿而已 到現在還沒有趕 那這個是 很有趣的現象 不過因為我是 比較隨性的人 我煙戒掉 就門戒 這個大魚大貨是一定吃的 因為我覺得我吃得多 我動得多 因為我每天都在動 每個禮拜 騎腳踏車環島全部都完成 我以前是 每一年 是一定要 參加兩次到三次 半程馬拉松 21公里 我們每一年 固定都到大陸去跑 然後這個 這個 騎腳踏車 鐵人三下 每一年都至少要參加一次到兩次 所以 因為 就是因為 敢動 所以說敢吃 敢喝 所以 所以我認知 只有寫實際上 所以還沒泳進 吳基塔認識很久了 我也都在 我吃這個靈芝 吃這個 很健康的眼睛 每天都在吃 那就是 覺得自己年輕 然後 運動了幾十年了 我是 最早是陳勇 每天五點鐘起來 就是陳勇 陳勇 然後後來再跑步 才騎腳踏車 那現在 這個前幾年 全年的時候 是運動 就過頭了 有一點脊椎就 當時吃 當時吃 當時吃的時候 結果現在的比賽 運動是改不掉了 那只是 可惜我到現在 還看不到我的成果 所以很抱歉 怕跟你們分享 只是我個人 就是因為 好動 然後交很多朋友 那 這個 要我吃素 是 目前還在努力當中 不過 這個禮拜我中午 全部都吃素 要不然就吃 早上吃晚上 就很吃人清單 這樣 那這禮拜都沒喝酒 我平常吃的樣子 幾乎每天都喝的 那 我的 我的 我的那個啤酒 比家裡面的啤酒 是不斷的 因為啤酒 對我實在是飲料而已 這個 所以 這是我個人的習慣 不是很好 是讓你們猜到 就是說 我現在一直在改善 改變 我希望 我希望我這部分 能跟大家學習 這樣子 那 因為剛剛 大哥講說 年紀大了 其實對 我已經 17歲 所以 所以現在不敢逞強 所以 所以呢 這個該去玩的 都玩完了 反倒了都玩完了 所以 現在開始比較 比較回歸自然 所以我要跟社長學 吃清淡一點 然後也不需要太逞強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